我们现在单独讲一下这个穿线怎么穿 然后如果是我们实际的操作当中来讲的话 我们穿这个线这里整个线过来有好几个位置 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简便的方法 就是等这个线用完的时候 我们不要直接在前面后端打一个结 打一个结之后 打完了一个小结以后 我们直接从这个位置拉过来 直接拉过那个结 等于就剪断它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简便的方法 那么如果一旦万一说这个线全部用完了 没有了没得穿了 那我们只能是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从头来执穿 那么现在开始对这个穿线来进行一个操作 首先穿线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杆子就要把它打起来 打到一个往回退的一个断开状态 然后把这个往回拉一点 这个一定要往回拉 最好是拉到这个位置 待会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位置我们要穿的 一定不能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待会你这个位置是穿不过去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注意点 要打开这里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全部推出来 好 整个线就已经全部脱开了 脱开以后呢 我建议大家呢 我们在操作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要把这个垫关掉 因为这个地方穿线的话 要把这个垫关闭上 关闭掉 关闭以后呢 我们再来穿这个线 穿这个线呢 我们 第一个就是要穿这个罐 这个罐 要穿过来 这个罐 其实左右都可以穿了 第一个罐 左边右边都可以这个 然后 第二个罐 这个就一定要朝这个方向了 往右边过来 把右边过来以后 再到第三个罐 好 这三个罐的话呢 就比较简单的穿过来 那么到第四个 穿线孔的话呢 这个难度要大一点 这个孔比较小 我们 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呢 需要借助手电筒 如果看得清楚的话 这个孔也过来 过来以后呢 穿过第一个孔位 这第一个孔位还比较好穿 第二个孔位的话呢 难度也稍微大一点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不好穿 我们可以 打湿一下这个 线头 我的视线不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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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他拿进去 这个位置比较小 这个位置比较小 从这个底部 这个底部还有一个孔 嗯 这个位置要穿上去 穿上去以后呢 从上面把它抽出来 抽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整个杆子往前推 到前面去穿 比较好穿一点 推到这边来 推到这里之后 往前推的时候 这个东西记得往回拉一下 记得要往回退一点点 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退的话 等下那个线是拉不动的 啊 推过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 把这个线头啊 从这里拉出来 拉出来以后 这里就到了最后一步了 这个最后一步就是要穿过这个胶管 穿过这个胶管的话呢 就就结束了 这个位置是最难穿的一个位置了 因为这里 要一点一点的塞 如果前端不够 塞不动的话 前端要给它明 尖一点 就像我们 穿那个针一样的 好一点一点的来 这个切不可心急 如果你一下子塞多了 还是塞不动的 如果穿到这个程度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来看它有没有 有没有过 有没有过 有没有那个倒头 我推过来看一下 好 推过来 推过来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线头已经穿好了 已经穿出来了 穿出来了 只要 拉出来一段距离就可以了 这样就已经OK了 我觉得 有没有过来 有没有过来 谢谢大家